你看到QH杠-G-11B的安装方法 这些脚踏板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个脚踏板接头 这里有个脚踏板插头 然后有个凹槽 我们对准卡槽 插进去听到响声 很稳的 然后看看机架做的安装方法 机架 把我们的配件安装成这样子 然后这里这个T型座用螺丝固定在机身的这两个预留孔上面 然后套到孔里面去 用这个六角石把螺丝拧整就可以了 然后这两条出水管把那个出水嘴拔掉 套到那个孔里面去随便套都可以 反正套完记得哪一路A哪路B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头一定要分清楚方向 有一个箭头的不要搞反了 搞反到时候出不了水 然后把另外一条也这样做 拔掉头插进去套回那个头 然后调整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就这么简单 演示一下那个校准方法 我们看到这里有两个管 前面这一根靠近这个面板的是A 然后后面这个是B 这里接的我们这里是A 这是B 当然你可以顺序可以调反 但是不要搞忘了就可以 然后我们拿个空杯子 放到我们提前准备好的一个秤上面 去笔至0 然后放到两个出水嘴下面 因为灌张前需要那个拍空管理空气 我们在暂停动作下 可以长按这个右一键 拍空管理空气 拍空管理空气 我们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进入设置界面 把那个B度的速度降下来 然后按那个参数设定键保存退出 接着拿一个空杯子放到A2下面 长按参数设定键 进入一个校准界面 按启动键开始校准 现在关转 等关到我们需要的量差不多的时候 就可以按这个键停止 然后放到那个秤上面秤一下 401克 我们就把那个光标移动到重量这里 输入401 这个刻 可以这个位置可以设为豪神或者刻 我们这里一刻吧 然后移动到催电键 按参数设定键保存退出 接着我们按这个键进入设置界面 把那个重量调整 我们想要的我们以500为例 所以改成500 确定 演示一下那个机器的使用方法 看见到界面上的参数 技术就是每冠装一次它会自动加1 速度 这里是调节那个冠装快慢的 A代表A路 B代表B路 重量 这是我们自己要设的量 我们这里设的500 然后等待 这里有个时间可以设置的 现在应该在点动模式下 说什么无效 我们如果按这个键 切换到连续模式 可以看到这里有个时间设置的 这里我们先点动为例示范一下吧 然后看看设置里面有什么东西 我们按这个键进入设置界面 界面第一行有一个程序 程序这里可以从1到5 它每一个程序可以保存一种冠装参数 比如我们这里1是500 2可以设成600 3可以设成700 这样子 然后按保存键 接着我们就可以按那个启动停止键 切换到运行状态 然后拿两个杯子 放到那个A路和B路下面 然后按找到把开启动 好 好观众完了 我们看一下那个重量 先看B路的 放到我们提前准备了 要称上面 502 A路的 500 非常准确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自动模式的使用方法 先按启动停止键 切换至暂停 然后按连续点击键 切换到连续这里 可以看到这里的时间可以设置的 3秒 我们因为时间太紧 我们把它射腾6秒 然后按参数设定键 保存退出 接着先把杯子放到A路和B路下面 然后按启动再开始关装 好 好了 快看到这个时间在倒数 倒数到0 它就会开始下一个关装 我们先暂停 然后看一下那个重量 B路的 504 A路的 501 它还是比较准确的 这就是一个操作方法 Copper 0 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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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